韩国男星金贤仲与前女友崔某 自2014年起展开暴打智商及流产 亲子鉴定,损害赔偿的诉讼 至今仍未完结 去年已经证实了崔某儿子的亲生父亲是金贤仲 正在军中服役的金贤仲承认了儿子的存在 并表示想取得儿子的抚养权 而崔某向金贤仲提出要求赔偿16亿韩元 也及待约90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案 1月3日下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 由于金贤仲现在正在服役役 他所属的事务所Key East的杨社长就以证人的身份出庭 声称金贤仲应崔某而受到巨额经济损失 更比喻金贤仲的袭击能力 本应比新京的国民男神宋仲基更加厉害 杨社长出庭表示 据知韩流明星宋仲基进来的盈利高达数兆韩元 如果不是因为崔小姐的一系列言行 金贤仲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极有可能超越胸仲基 杨社长又补充 自前年崔某爆出招金贤仲殴打仪式后 金贤仲就接受警方调查 有关金贤仲的报道在半个月内具有近2000遍 而金贤仲的代表律师表示 近两年来有关金贤仲的诉讼案 怀孕施报等内容屡次被报道 金贤仲由此受到致命的打击 原本在墨西哥和北京演唱会的演出酬劳可达3亿韩元 免税店专属代言合约可达6亿韩元 再加上16级中国电视剧 以上的行程全部都被取消 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韩元 由于原告与被告成为情侣 因此刚开始就预想到 日后所有的报道内容都对金贤仲有致命的影响 接下来